北約峰會二十九號在西班牙登場 會中是同意為英勇的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並提出了新戰略概念 認為俄羅斯是最重要而且直接的威脅 同時也注意到中國勢力崛起所構成的挑戰 與此同時俄軍在烏克蘭的攻擊也更加激烈 今天除了室友邀請到芬蘭和瑞典加入之外 也同意將會從二零二三年開始 將快速反應部隊的兵力從四萬增加到三十萬 而保護的範圍是包含波羅的海到黑海地區 同時也發表了新戰略概念 將會把俄羅斯標示為對北約安全的威脅 也首度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勢力崛起所構成的挑戰